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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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活动的那款机器很接近 根据GFXBench给出的消息显示 大号为K52的魅族新机 配备了4.6英寸的1080P屏幕 搭载1.7G的64位8核处理器 根据安兔兔的跑分来看 3.9000 性能还是可以的 具体还要看今后的使用体验 同时还内置有2G内存和16G的存储空间 据悉它的售价在1000到1300元之间 支持双卡 而在这之前 潘九堂也给出了如此的配置预测 看来这款机器的配置图可信度很高 现在产品基本确定了 那接下来就是产能的问题了 MI4和Pro还没落定呢 这现在又来了一款机器 魅族你能吃的消吗 衣服撞衫那叫同款 但手机撞了这可真不是义奶同胞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iPhone的兄弟姐妹 尼采Super 6 尼采依靠电视购物频道走红的品牌 电视购物你也信 小霸王X7 不说它是手机的话 还以为它就是个游戏机呢 波导L9 曾经手机中的战斗机 现在一一已经沦为到了山崭iPhone的地步了 联想损肩S90 自称不小心撞车的大品牌手机 最后咱们来看看最近被手机大V们 吵得活着的大可乐3 大可乐3将于今天正式发布 根据之前网上曝光的消息来看呀 大可乐3采用5英寸屏幕 联发科64位8核处理器 3G内存搭载蓝宝石屏幕 并配有800万和1300万前后索尼摄像头 以及质感十足的钢铁机身 并且加入了实体Home键 有可能会支持指纹解锁 听着很高大上吧 iPhone没用上的蓝宝石屏幕 它用上了 iPhone没把摄像头变屏 它变屏了 可是那又怎样呢 大家讨论的还是它那山寨的外形 当一个产品的缺点太大太明显的时候 即使你其他方面做的再好也没人会关心 慕永笑影听说过没 模仿抄袭 他们的界限到底在哪 以为的向经典致敬 真的是国产品牌发展的健康道路吗 还是早点让经典向你致敬吧 对于大家建议的增加网友互动这个环节 提议是好的 我们也会当做参考对栏目进行补充 大家有好的栏目形式 请为我爱的我 已经采用会有小礼物相送哦 好了今天的极客报到这就结束了 关注爱极客 关注金利网 咱们下期见 再见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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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